原标题 故宫是与他们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 1949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 临时选择香山为办公地点 由于香山位于北京的大西郊 太偏僻是不利于办公的 当时有人提议选择故宫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经过一番争论 毛泽东最终选择与故宫只一强之隔的中南海 毛泽东为什么不选择故宫呢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占地72万多平方米 共有宫殿9000多间 里面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 还有古今遗留下来的艺术申品 堪称一座艺术宝库 毛泽东生前曾三道故宫 但他只登城墙而不入内 2005年10月初版的故宫博物 80年一书曾谈到了这件事 1954年4月 毛泽东曾三次登故宫城墙 为了不扰民 毛泽东只在公安部长罗瑞卿 和故宫宝贝科长 韩炳文两人陪同 三次路线相加正好绕故宫绕行一周 毛泽东对故宫有着特殊的感情 1949年1月16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军委 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 其中提到了故宫 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哪些地方可以攻击 哪些地方不可以攻击 惠图力说 当对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9月27日 北平耕耘为北京 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毛泽东最后同意中央行政区 应放在中心区建设 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 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故宫 毛泽东一生不愿进故宫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他希望告别旧时代 开创新时代 拓出封建登基管理 毛泽东去事后 为什么没有葬住八宝山革命公墓 早在1956年4月27日 在中 当工作会议期间 毛泽东 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带头在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 众所周知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诸位领导人去事后 一体都进行了火化 骨灰却洒向了大海 按照规定 八宝山革命公墓北向顶端的一幕区 是公墓中政治规格最高的地方 一般安葬中共国家领导人 及富不及以上干部 民主党派领导人士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 一体没有进行火化 而是保留在毛主席纪念堂 毛泽东的传奇一生 值得我们中华儿女去深入研究学习 尽量为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